这个老妹是个狠人 当着狗熊的面 明目张胆偷吃蜂蜜 狗熊只是嘀吼了两声 胡来却不乐意了 走到狗熊面前 要和他比划比划 这狗熊出门没看皇帝 遇到个这么彪悍的小娘们 只能任栽仓皇逃跑 他爹胡巴比他还扯 随手一枪 在自家的田里打出石油 大哥当时就懵了 他老胡家祖坟冒清烟了呀 果不其然 石油公司用十亿美金 收购了他们家的地皮 他家本来就是三里屯的首付 家里有车又有别墅 还有露天独立茅厕 现在他们家更是富得留有 于是一家人打算去城里体验生活 可老太太说啥也不走 想让我离开这个椅子 先问问我手上的枪 儿子胡巴也是孝顺 体谅这个念旧的老太太 就把老妈连同椅子绑在车上 结果跑到半路 很快一行人来到了城里 面对他们逛街般的无耻行为 后面的司机都很有素质的排队按喇叭 暴脾气的小伙礼貌地问候他一家老小 城里的人果然不一样 打招呼都如此的别具一格 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城里人打招呼的方式 但是他们随意地变道 惹得后面的黑车不乐意了 黑帮大哥想和他好好理论 结果 气得大哥掏出枪就要干他 胡巴也不知道因为贬啥 难道这也是城里人打招呼的方式吗 一家人打了一路招呼 最终来到了本市最豪华的贝福利山庄 这是他们新买的别墅 物业员玛丽路过 看到一群土包子在别墅里东张西望 以为是偷到团伙作案 立马打电话报了警 里面的人听着 千万别放了 不对 别杀了人质 脚械投降也没用 我和你们说你们摊上市了 话音刚落 一枚烟雾弹直接打进屋里 胡来瞅着这也不像箭子 一脚给踢了出去 一家人刚到城里就进了局子 第一次拍全家福 他们多多少少有点紧张 不过有个人比他们更紧张 当听到胡八的名字时 银行老总懵了 听到最后整个人直接晕倒 把自己的财神爷当做盗窃贼 搁谁都晕 老总向胡来道歉 并表示等下就开出骂 可胡来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了他们 这把玛丽感动坏了 决定对胡八安钱马后为命是从 此次进城 胡八体验生活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为女儿 找个精致又贤惠的后妈 毕竟胡来的素质摆在那里 女儿一听不乐意了 说谁素质差呢 晚上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晚餐 银行老总为了讨好这一家子 表示都有啥要求尽管提出来 侄子说先搞个银行老总来 胡八语重心长地对侄子说 小伙子不要太贪心 要脚踏实地 先从副总干起就行了 老总死的心都有了 没想到这家人完全不谦虚 只能让儿子下党同位者 接着胡八又提出让胡来去上大学 毕竟这孩子太粗暴了 胡来一听气呼呼地走了 父亲找到女儿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胡来啊 咱们现在是上流社会的人了 赤手空拳跟狗熊单挑的事不能干了 要做一个有素质有涵养的女汉子 第二天 李一老师金姐就找上了门 自称专业教学三十年 不管男女老少在她的调教下都会变成淑女 不过她表面是教导胡来学理 实际上却另有目的 她播放胡八最喜欢的音乐 故意引起她的注意 胡八一瞅 这也太投缘了 两个人当即就跳了一段 眼看时机成熟她向胡八表白 但这老爷们可不是随便的人 当场表示要征得女儿的同意 这边侄子走后门当上副总后 每天干着公司最重要的是 削铅笔 不过她对胡八征婚的事也很上心 直接在电视上发布征婚广告 这消息一放出 吓到十七八的花季少女 上到七八十的年轻大妈 全都黑压压地赶来 甚至还有两个男人前来报名 毕竟有钱人的口味谁也说不准 配种公司的女老板来银行寻找投资方 可胡八的侄子把她当成相亲的人 这个妞长得不赖 不管是气质还是相貌都符合大伯的标准 于是就安排她与胡八见面 傻侄子给大伯安排的对象相亲 女人以为胡八是来投资种马繁殖生意的 俩人就这么疗伤了 这女人也是人才 上来就夸胡八是个成功人士 和他们马场种多种马一样优秀 胡八有点懵了 很多种马吗 对啊 不然赶不上繁殖的节奏 不信你看看我拍的照片 多人合作正常 多人合作那是耍流氓 放心好了 我已经得到授权 随时随刻都可以进行繁殖 就在这时老太太开着摩托在屋里横冲直撞 闹剧过后 胡八表示结婚后 胡来这孩子你能帮我驯服吗 美女当场吓尿了 就找你投个资还想老牛吃嫩草 当场就溜了 学校里举行摔跤比赛 胡来一人单调整个摔跤队 毕竟她曾经是徒手虐狗熊的存在 同样的招式不一样的对手 晚宴上 金姐开始了她的表演 她对胡来说 已经和她爸生米煮成熟饭 又对胡八说 你女儿很喜欢我 甚至把我当成自己的母亲 胡八找到女儿 女儿表示只要爸爸喜欢就好 于是胡八在宴会上宣布与金姐订婚 但金姐与合伙人的阴谋 无意间被老太太发现 她想当场揭穿俩人 结果就被这俩人给绑架了 路上俩人计划着 金姐与胡八结婚后 立马转移她的全部财产 不过在此之前 要先解决这个烦人的老太太 来到精神病院 金姐和医生说着老太太有神经病 动不动就咬人 医生一看这病得不轻啊 立马拖下去进行电机疗法 老太太失踪 大孝子并不担心 因为上次她结婚就消失了几天 但细心的玛丽觉得不对劲 她私底下找侦探调查了一下 结果发现金姐这个人不简单 专门诈婚骗取老头的钱 这边胡八富裕了 也不忘家乡的亲朋好友 大婚那天包机将他们全部接来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另一边玛丽打扮成护士 根据线索来到了精神病医院 找到老太太时 那头发还在支愣着 可见电机疗法果然不一般 随后带着老太太去阻止婚礼 婚礼现场 一场庄严而又隆重的婚礼正在进行 可思议大爷今天却不在状态 拿着飞机安全说明书 愣是在上面念了一个多小时 金姐急了对大爷说 大爷麻烦你快点 我赶时间哪 眼看里程他们就能转移财产了 玛丽带着老太太开着怪物卡车床了进来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接着玛丽抬手一枪打碎了电脑 一场闹剧就此结束 不过胡八并没有失望 反而借此机会和乡亲们好好拒绝 自此影片结束